什么是马来亚共鸣 其实我父亲也说不清楚 什么是马来亚共鸣 以后将来怎么样也不清楚 我总之脱离了中国 就是换句话 Home is not here 那个时候我已经决定了 要成为马来亚人 但我回来的时候 回来到什么国家 不是个国家 还没有成立一个国家 还是个马来亚的一个 英国的淑地 社会总有一天会独立 成一个新的国家叫做马来亚 是马来人的国家吗 是我们各种多元民族的国家吗 什么民族 什么人权 什么法定 什么国家的政体 宪法如何 都还不清楚 还正在搞 不仅是我们 整个东南亚都在建国 都有相似的问题 都有相似的问题 而且他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问题 对您个人来说 就东南亚的一个概念的 更清晰化 是什么时候 我的研究也好 或者我的生活也属于 东南亚这么一个 一个范畴 我想无形中 大概我1949年离开南京 回到马来亚 那时候就开始了 就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 英国人是要你们这些 当地的华人 要你们好好学讲英文 来帮助我们治治理马来亚 他不要你懂得什么政治 回头想起来 我许多是政治的词汇 我本来英语的都不懂得 反而我的政治知识 多多少少还是来自 三民主义的那种东西 三民主义 在中国的时候 三民主义必修课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的印象是 一般的学生根本不感兴趣 就对一个医保的年轻人来讲 这是很新鲜的事情 什么理由呢 不是因为我跟孙中山 或者三民主义 有什么特别的了解 但是他用了许多的文字 是现代的政治经济的问题 所以政治经济 社会科学里头 这些词汇 或是从这里来的 三民主义来的 从三民主义里面看得来的 其他的科目听不到 信不信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都总之 这些词汇 我了解了 所以对我来讲 是一个教育的一个 一个启程 在政治经济的启程 还蛮有意思 是这样的启蒙的方式 反而我 所以您再回中国 就是73年那一次了 50年前 让我们访问几个大学 他说你在北京认识什么人 我说我听说我一个同学 叫做张雄 听说他在北京的这个 北大副中当教师 就打听 找到这个张雄 张雄就在 大概在乡村里头 老公 那好像 是不是有他的字在这 这是他的字啊 哇 这是他的字 他比我想了六个月 张雄 写于北京大学寓所登下 苏氏 习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打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字幕志愿者 组在摇数 Chang's 写下 Forca 我 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说清风徐来水波不星 举酒主客送明月之诗 这个写这个书法的 他是在他们朝剧里 写那个戏本和书 他就那个时候 他们差不多来新加坡一个月 那么他就是没有亲戚 没朋友 只是每次来我店里 跟我爸爸谈话喝茶 谈谈这个谈谈那种 很孤单很孤独 他就要回去之前 就写了这个送给我爸爸 那很动人 OK be good boy 多大了 13年 等于我们人的年龄是 91岁 这些是我的祖宗 27 28 29 30 我阿公31 我爸爸32 33 我33 因为我阿公和我爸爸 他们不乱乱丢东西的 这么多老东西 老东西 OK 我没看过这个 华侨登记证 没看 这没看过 第一次 这太好了 孙亚公叫翁胜修是吧 对 翁胜修 阿雷 汪展发 新加坡 还是这个家呢 谢明队给的一 你们新加坡的故事 从这里开始了 那是什么感觉 那时候您才二十多岁吗 您去马来亚帮助 建了一个大学的时候 去吉隆坡 当时我太太 她本来她又很有才干 但是她就放弃了 因为她这里有工作 做很好的一个职位 可以在新加坡 又是新加坡人 但是她为了我 她跟我去 我们就是一群年轻的建国 建国者一样 一起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 不完全是马上变地人 还有很多外国人 帮助世界了解 这个新的国家 是什么一个国家 最初我是 我并不想做东南亚历史 还是要研究中国历史 还有一点我们要 我要提到的 就是东南亚这个概念 从哪来的 坦白说 东南亚的名称 是因为 大英帝国的这些 这些军事里头的人 才考虑到这个 世界国事的问题 将来英国帝国 退到底要退到什么地步 他们主要的就认识到 中国是将来是大强国 印度独立之后 也是将来会成为一个大强国 而且中国的民族主义 是绝对不会轻盈的 英国的 印度的民族主义 更反清 更反应 你英国到底如何 保留他的贸易的势力 就是靠东南亚 美国同意 1944年的时候 把这个全部这个 抗日的这个军事 基地 摆在 Stre Lanka 叫做South East Asia Command 这么来的 中国跟东南亚的关系 最早研究的 都是外国人 都是英美的学者 英美 这三四个地方 我看到他们的东西 我才知道 中国的材料那么丰富 我才知道 孙中山跟抗日 围到这来 是不是从东南亚 有这个视角来重新看中国 中国的感觉也都 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坦白说 这是慢慢的 慢慢的 我最初也不怎么不清楚 主要的是 我的兴趣还在现代史 但是没有档案 这里都是禁书 根本不能研究 所以到古代去 那么刚好我南海贸易 做到唐末五代 发现了这个五代史 跟这个军阀很像 很像 主要的 如何统一 如何再统一 五代就是如此 几十年 就是想一统中国 军阀时代 一统中国 都是一统中国 而且 每个中国人的这个概念 就是要一统中国 分酒必喝的这个概念 所以我这个很简单 很有趣 一千年前 我也是那么想 现在 还是那么想 哇 所以我们您说 我们历史的模式 这个pattern 很早就决定了 似乎如此 哇 你看来 没有什么大的变动 这种强烈的统一冲动 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形成的 这要到周公 文王武王 有这么天下的概念 但是天下的概念 跟一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天下是大家共同一种 共同一种思想 思维 理想 对于这个人类 这个希望 华夏 一种认同 认同这种文化 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文明的文化的一种概念 不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统是一个政治的政治 所以中华文明 在这个秦汉之前 可以说是纯粹是文明概念 秦汉之后 就带上文明 加上一个国家 一统国 一统天下的概念 对 但是您看 比如在战国时代吧 大家都认为秦国 是个更野蛮的国家吗 比如齐国 它是更civilized 更文明的 恐懵 难道就是历史 总是要 所谓的更野蛮 要战胜 战胜文明吗 不敢说每个国家都如此 所以对文明的比较 我认为很有意思的 我最近都是在研究这个问题 文明跟文化的区别 文明跟文化 它到底什么区别 从今的视角来看 这些概念都是外国来的 不是我们中国本来没有这个 没有这词汇 这些词汇都是 翻译外文的 civilization 翻译成文明 culture 翻译成文化 civilization 本来是法文 culture culture 是德文 所以两个语言呢 他们用法差不多的 所以 最初我们用的时候 文化跟文明 我们也不分 文明是没有边界的 所以文明是什么 一种理想 就是人类的这种看法 人类发现什么 新的发明 新的概念 使我们人更好 而且没有边界的 你要学就可以学 你美国人要当一个儒家的思想像 完全可以 这是文明 文化就是我有边界的 所以文化为什么成为一个 非常重要的概念 比文明更厉害的概念 就是因为 有这个新的帝国跟国家的概念 那你有政治体制就有边界 所以一直到启蒙时代的时候 才开始有这个边界的问题 这个从主要的来源是很特殊的 是CO的经验 这个经验在什么地方 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斗争 30年之后 残杀了多少人 他们就决定不能再过 再继续的下去 大家就开了个大会 最有名的叫做一个 Westphalia 不约界 不打仗 有条约规定之后 渐渐的国家概念就成立了 就是Nation State 成立了 从那个边界建立 认同之后 法国革命跟美国革命 是国家概念的起头 对民族概念是这两个国家开始有的 以前那里有贵族的国家 皇帝的国家 宗教的国家 哪有全民的国家 这个建立之后 整个世界变了 不能不承认的就是 启明文化 是我们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力量 喜欢不喜欢另外问题 对不对 另外问题 二战以后 全世界变成全民国家的这种概念 但这个全民国家 大家不懂 这个边界怎么样 不懂 所以不同在打 不同在乱 法国人自己发明了 都乱了那么久 但最少 他们乱的时候 他们都有原则的 因为他的出发点 很清楚的 他出发点是一种 是全民的国家 所以一定要有民主 我们亚洲所谓民主 是另外一个问题 跟这个全民国家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我们要现在 要学他们的话 你要现代化 要全部学得来的话 全方式化的话 你自己没有这个根 不稳定的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躲进小楼成一桶 管他东下与春秋 哇 这人很震惊 在这读到鲁迅 你怎么想过 这个店真的消失了 这些老的文件 讲一句难听 有一天 碰 烧到完 我站在路边看他烧 怎么样 都完了 所以怎么样去保留 保留的就是在我们的脑袋 我有些书要带回去 好 你每天还要读很多杂志是吧 我部分带回去看 有些留在这看 您多长时间来一次办公室 还是每天来 对 两三次 我自己的一本书送给您 正好写两棋超的 写他也在新加坡待过 他也来过新加坡 跟他来过 我正常写那几年 他Exile这个year 谢谢谢谢 那我带回去 我帮您放在带里 我们见到您可开心了 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过去的 这是过去的 我们走一走 看看 这是我以前的 这个是20年代 一百多年了 一百多年 现在你看的这些 都是我们的宿舍 所以我们的天天就在这儿闹着 打球了 开会了 讨论马来西亚的未来 您是在哪认识的您太太 第一次见到您太太是在哪里 他比我第一班干上文学系 那么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的这个餐厅在那儿 所以我们下课的时候就到餐厅去喝咖啡了什么在那见面 我碰到我太太就是运气 他不选择的话 被选择是吧 你选你的 人家不选你 你没办法 所以就靠他选择 他选择我的运气 好 这是运气 但是您个人要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被他选择呀 不敢说 不敢说 到最后 他什么理由选择我 我不知道 谁知道 很坏 学生时代是最好的时代 因为一方面自由 一方面没有责任 做什么就是学习的一部分 大学内 你什么都可以谈 外面一出门就不能 你一出门就是要受法治 所有历史上和到现在的伟大的历史学家 您最佩服谁呀 老实说 在历史方面能够解答一些疑问的 我都佩服 嗯 他们都是 很多都是下大功夫的 看起来我非常的惭愧 我的功夫有限 还是靠他们 您太谦虚了 往这边走 您那次碰到汤银笔 什么感觉啊 您不是见过汤银笔吗 对见到他 他可以说我对文明的了解 就是最初是来自他 嗯 认为只有一个唯一种文明 就是现代文明 嗯 现代文明就是西方的清蒙 清蒙文明 嗯 在全世界历史 多少种文明 毁灭了多少 但是有些没有毁灭 不毁灭的理由 有什么什么理由呢 嗯 他就分析 所以这些给我们 要重新的想想 嗯 这里就够了吧 好可以啊 我就在这 我叫车子 我就grab grab grab 哇 我没想到您是用grab 太酷了吧 竟然我不知道 刚刚我老师是 还用grab轿车 grab轿车 哇 您太厉害了 不是 为什么您身体 精力怎么可以保持这么好啊 不行啊 不行 还不行 很多地方不行 但你平时做很多锻炼吗 你以前 没有什么锻炼啊 来 有车子来的 你不气死人 哦 还有 等一下 对不起 要你们等一下 不着急 你们不必等我 没有没有 现在不太热了 不太好 对 从前 我没有机会给你看 嗯 这就是 都 呃 治务员啊 治务员 有名的 heritage UNESCO heritage 嗯 从前是根本是我们学生 自己占霸具 霸具 还有一个木 嗯 嗯 一个华人的木 嗯 还是没有被搬动 嗯 一直留在这儿 就最早的时候还有人在这儿 张在这儿 张在那儿 嗯 但他一直没有动 嗯 就留在那儿 我们就把它打得四千 嗯 哈哈哈哈 蛮有意思啊 嗯 您坐后面是吧 对 好谢谢你们 谢谢明天见 明天见 来 您慢一点 谢谢 那明天见 明天 您慢点 那个瞬间你知道 真的核心是什么问题吗 凡是能够依赖自己的 自我的 绝不依赖他人 他倒过来 他把自我好像收缩 但是他就非常的自立 如果他没有一 很强的一种 不断地辨识 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身份 这样的一种能力 他是很容易 被这些不同的东西冲垮的 他受到各种智慧的影响 但他也不属于 任何这样的一个地方 最后他选择了自己 阿飞郑中央里说 他就说他像一个没有脚的鸟 一直在飞 其实移民 不管是 oversea challenge 还是别的移民 他们都像没有脚的鸟在飞 所以他们的 他们真正的根 不是脚下那个土地 而是他的翅膀 因为我们老觉得脚足下 才是一个稳定的 但其实翅膀 可能是一个更稳定的存在 每个地方不一样 对 对 鸟儿经常飞错了嘛 飞错了就没办法 我觉得王公武先生 本身就是一种 非常独特的存在 不管在怎样的年岁或境遇 总试图保持某种独立性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战场 可能是一条战壕 一个舞台 或一本书 你在其中拓展自己 磨练自己 一个人 一个产品 也都可能是 各自时空的变革者 王公武先生用他的历史感 身份观念来探索世界 保持朴素与耐心 不断积累更新 就是一种智者的态度 他与沃尔沃近百年来 一直把我的笃定 是共通的 很多猴子看到吗 这猴子来了 这么多 太多了 就是现在你看的人 中巴鲁那个地方 中就是中 巴鲁是新 新中 中是中的意思 对 昨天晚上是打排档的 他已经用这个球了 这是历史寻宗 林文庆在上面 他的家族在上面 家族啊 往前吗 是 这个是李光耀的祖父 广东大婆 对 所以你看他的亲困 这个是李光耀的爸爸 这句话说得特别对 accept all Chinese beurists regardless of the clan affiliation 不跨种族 不跨姓氏 什么都不跨 只要你是华人 都能够站在这个地方 就相当于从一个 这个identity 从一个client 到一个nation state 某种意义上 你看到一张 无边无地的宝 然后他们彼此都有关联 然后他们是横向的 也是纵向的 他最著名是 买骨和虚骨里 盖棺便是无人 哇 说太好了 买骨和虚骨里 盖棺便是无人 哇 真好